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10月9号晚在平壤百花园迎宾馆 会见了朝鲜劳动第一书记金正恩 刘云山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金正恩第一书记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转交了习近平总书记亲属涵 习近平在亲属涵中说 中朝传统友谊由双方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 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关系 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把握中朝关系发展 坚持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关系 心形势下 我们愿从中朝关系大局和两国发展大际出发 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金正恩对习近平总书记致亲属涵表示诚挚感谢 并请刘云山转达对习近平发挥重要作用 刘云山说 在金日成主席、金正日总书记领导下 朝鲜劳动党带领朝鲜人民 在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可惜成就 近年来中高兴 金正恩表示 我们对中国同志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就像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高兴 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刘云山说 我们愿同朝方一道 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牧林友好、加强合作的精神 加强高层交往、增进双方各层级、各领域交流 金正恩表示 朝鲜正在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朝鲜愿继续为改善北南关系 维护半岛局势稳定做出努力 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当天下午 刘云山还与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崔龙海举行会谈